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机 3 2 1 走 十四年前 我最爱的人 在复旦校园带我踏进的公益领域 从此就开起了煤旗 点燃自己 影响他人的旅程 复旦带给我的收获是 更多元的思考吧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去向何方 毕竟我们在做素质教育 我觉得还是要去思考 为什么想要成为明天的我 我是陈双卯 我是台湾台北人 我2008年的时候来到上海 在上海学习 创业 那我有两个可爱的小朋友 现在一个是读五年级 一个是一年级 艾丽 演 演讲 然后他们从小就生在洋谱 学习的话也是独工办学校 那因为我们本身在做素质教育 我常常会带着我孩子一起去参与进去 让他们去提早了解公益这个东西 希望把这个爱心的种子 种在他们心里面上面 那我正式介绍一下 我叫Daniel 然后大家叫我淡叔 一个坚持做了十几年共益的一个台湾大叔 所以 谢谢大家 家里面的人 其实从很早之前就来大陆 但那时候因为我在台湾读书啊工作 我就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然后08年国际金融危机 那我就开始思考说 我好像想要去充充电 就没想到家里人还是蛮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08年的时候就来到了上海 因为我一直觉得未来上海是整个全世界的金融之都 来到上海一个人生的转折 是因为我读的是负担 大家很想要去做一些社会参与的事情 一方面感动了自己吧 然后二方面我们觉得其实公益这件事情 它不是只是要有贡献爱心的 不是只有热情就能做的 我们觉得要把专业化的做好 我们的公益课程不会针对领导力去做开发 但是以外来物工的人群啊 他可能没有采满的能力 但是我们觉得对他的孩子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就会找到很多的资金资源的力量 然后去让这群孩子也能同样去接受到这些课程 现在比较好的是因为国家也看到 数字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努力的去把这一块做得更好一点 很多人其实会问我一个问题 说你会觉得你在台湾跟在上海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台北跟上海都是大都市 但是如果你说到上海这十年的变化就很快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中国速度 然后包括我们一直追的房价 后来我们18年终于买了 它其实反映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竞争力 它非常快速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迭代 然后包括对港澳台同胞的话 友好程度也是非常开放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台湾的青年人都是想来大陆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存在很多的不敢 可能会觉得大陆这边人都很强 对那我够不够格 我厉不厉害 我有什么优势 就是我可以过来跟这群卧虎长龙的人去竞争 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 如果你愿意过来 你也愿意去努力的话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优势的 真正的建议就是你第一步你要过来 哪怕你只是旅游 踏出第一步了 你愿意了 那就很多的可能性在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胆子要大 然后你愿意过来 我觉得机会就会很多的 享受这三天也许能改变你们一生 能让我们真的成为 敲动世界那个小小支点 大家尽情的放开 抛下你们的面具 抛下你们的包袱 跟小伙伴们一起玩 一起想思考这些东西 好不好 所以谢谢大家